記得在星期五兩天之前 我在中午補貨是不是補過這個 一個螺線管有電流通過 正負的變化 正呢 就是代表這邊正 這邊負的電流流進去 好 那金屬環在這裡 我就想問用金屬環的感身電流時間圖 好了 怎樣想法呢 第一件事要想念 金屬環是不是有感身電路 先用這個顏色 记住,想起电流方向,不是计量值,所以想起负 那,跟这个电流进来,跟磁通的关系呢 记住,那个翻是否B乘A 好了,那面积,因为那个金属环是不变的 那,所以磁场,因为你本身是这个里面产生,它不断电流改变,就是磁场改变 所以磁场不能抽出来 那,这条是难的,即是有机会是5以上的题目 那,磁场由于螺丝馆,你记得是什么 MuLotNi over L 对不对? 好了,所以数学里面看出来,是等于什么呢 负 A MuLotN over L 是常数来的,唯独是 DeltaI over DeltaT 是不是?变数,不能抽出来 那,DeltaI over DeltaT 是不是?就是等于这个IT图的斜率 但是记住加加负的 明白吗? 所以,如果对金属环的改变电流图应该怎么画呢? 那,尽量试一下明白,不是那么容易明白的 这个就是金属环来的 好了,由于这个斜率,你看到这个里面 是不是负数 好吗? 那,要加加负 所以,开头0至T1 负数,斜率加负 那就正数 看到吗? 但T1至T2 好了,有什么特征呢? 那理论上,是不是都是斜率去负数呢? 但是,留意啦 那,你用斜率症,没问题 但是,因为本身,你看到这个负 就是代表负1负2 是和刚才正的电流 是不是有刚刚方向的相反 那,就是你学过0次 一个离开,一个入 那,所以出来,和你之前电流的方向要相反 那,这个呢,我觉得是很深 你看看,可不可以明白 不明白,没办法啦,这个真的很难 是的,是的 是的